第十八回 这一下变故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八言大声斥骂 又有三名喇嘛向门中抢去 这次三人都已有备 舞动钢刀护住头顶 第一名喇嘛刚踏进门 那黄金杵击将下来 镰刀打落 金杵和钢刀同时打中那喇嘛头顶 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营 可是金杵落下来时 似有千斤之力 钢刀竟为组得金杵丝嚎 啵的一声又打得头骨粉碎 第三名喇嘛吓得脸如土色 钢刀落地逃了回去 八言破口大骂 却不敢亲自攻门 黄甫阁叫道 上屋去 接瓦片往下打 当下便有四名汉子跳上屋顶 接了瓦片 从空洞中向屋内投去 黄甫阁又叫 将沙石抛进屋去 他手下汉子一言拾起地下沙石 从墓门中抛进僧房 从门中投进的沙石 大步给屋内那人以金杵反击出来 从屋顶投落的瓦片 却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 这么一来 屋内之人武功再高 也已没法容身 忽听着一声蟒牛也式的怒吼 一个胖大和尚 左手挽了一个僧人 右手轮动金杵 大踏步走进门来 这蟒和尚比之常人 少说也高了一个半头 威风凛凛 只似天神一般 金杵晃动 黄光闪闪 大声喝道 都活得不耐烦了 只见他一张紫酱色的脸堂 一堆乱茅草也式的短须 僧衣破烂 破孔中露出 求结起伏的肌肉 绑阔腰粗 手大脚大 黄甫阁八言等 见到他这般威势 都不由自主地倒退几步 八言叫道 这贼徒就只一个人 怕他什么 大伙齐杀 黄甫阁叫道 大家小心 别伤了他身旁的和尚 众人向那僧人敲去 只见那三十来岁年纪 身高体瘦 风神俊朗 双目低垂 对周遭情绪 竟不瞧半眼 微笑把心头 突地一跳 寻思 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了 只是相貌不大相 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 原来他还这般年轻 便在此时 十余名喇嘛 骑向蟒和尚攻去 那蟒和尚挥动金橱 啵啵啵响声不绝 每一响 便有一名喇嘛 重处倒地而死 黄甫阁左手 向腰间一叹 解下一条软鞭 八岩从手下喇嘛手中 接过兵刃 乃是一对短饼铁锤 两人分从左右加弓而上 黄甫阁软鞭抖动 鞭烧横卷 刷的一声 在那蟒和尚井中抽了一击 那和尚哇哇大叫 挥橱向八岩打去 八岩举起铁锤硬挡 睁得一声大响 手臂三麻 双锤脱手 那和尚却又给软鞭击中尖头 众人都看了出来 原来这和尚不过屡历其大 武功却是平平 一名喇嘛 欺进身去 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 那僧人哼了一声 并不挣扎 维小宝焦急道 我们得保护这和尚 怎生想个法子 不等维小宝说完 双耳应了声 是 晃身而前 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间戳去 那喇嘛硬指而倒 他转身 伸指向黄斧阁脸上虚点 黄斧阁向右闪开 他反手一指 点中了八岩胸口 八岩骂道 妈 仰天摔倒 双耳东一转 西一绕 先手仰处 八岩与黄斧阁 带来的十几人 纷纷摔倒 心息叫道 喂喂 小 西朝师主 双耳笑道 喂喂喂 老和尚 伸指点中他腰间 维小宝惊喜之极 跳起身来 叫道 双耳 好双耳 原来你功夫这样了得 黄斧阁五栋软边 护住前后左右 鞭子呼呼风响 一丈多元圈中 直死水泼不进 双耳在边圈外 盘旋游走 黄斧阁的软边 越驶越快 几次便要 击到双耳身上 都给他迅捷避开 黄斧阁叫道 好小子 劲透边身 一条软边 腕似长枪 笔直的向双耳胸口刺来 双耳脚下一滑 向前摔出 伸指指点黄斧阁小腹 黄斧阁左掌树立 挡住他点来的一指 跟着软边的鞭烧突然回头 竟点双耳背心 双耳着地滚开 情状颇为狼狈 维小宝见双耳势僵落败 心下大吉 伸手在地下去抓泥沙 又撒向黄斧阁眼中 偏生地下扫得干干净净 全无泥沙可抓 双耳尚未站起 黄斧阁的软边已向他身上击落 维小宝大叫 打不得 那满河上击灰金橱 上前相救 墨地里 双耳右手抓住了软边边烧 黄斧阁使劲上甩 把他全身带了起来 甩向半空 维小宝伸手入怀 也不管抓到什么东西 抛出来 便向黄斧阁脸上甩去 只见白纸飞舞 数十张纸片 挡在黄斧阁眼前 黄斧阁忙伸手去抹开纸张 右手的尽力力时消了 此时 满河上的金橱也已击向头顶 黄斧阁大海 盲坐倒相避 双耳身在半空 不等落地 左足便急踢出 郑重黄斧阁的太阳穴 他哀哀一声 向后摔倒 砰的一声 火星似箭 黄金橱积在地下 离他脑袋不过半尺 双耳右足落地 跟着夺过软边 维小宝大声喝采 好功夫 拔出匕首 抢上去 指住黄斧阁左眼 喝道 你这手下人都出去 谁都不许进来 黄斧阁身不能动 脸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气 心下大害 叫道 你们都出去 叫大伙 谁都不许进来 黄斧阁和八眼手下 数十人吃一半嗓 见维小宝听匕首 做事欲杀 当即奔出庙去 那蟒盒上 袁征还眼 向双耳凝视半嗓 黑的一声 赞道 好玩 左手倒提金橱 右手扶着那中年僧人 回进僧房 维小宝 抢上两步 想跟那中年僧人 说几句话 敬意不及 双耳走到成光深盘 解开了他穴道 说道 这些坏蛋 强凶霸道 冒犯了大和尚 成光站起身来 何时道 小施主身怀绝技 解救本寺大难 老那老眼昏华 不识高人 先前多有试境 双耳道 没有啊 你只对我们公子爷 客气得很 维小宝定下神来 这才发觉 自己先前摔向黄斧阁脸面 蒙了他双眼的 竟是一大碟银票 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 见了银票 不投降的 天下可没几个 我用几万两银票打过来 你非大家投降不可 双耳笑嘻嘻地 拾起四下里飞散的银票 交回维小宝 成光问维小宝道 维公子 此间真是如何是好 维小宝笑道 这三位朋友 吩咐你们手下人都散了去吧 黄斧阁当即提气高叫 你们都到山下去等我 只听到外面 数百人齐声答应 脚步声沙沙而响 请客间走得干干净净 成光心中绿安 伸手去解心息的银道 维小宝道 方长 且慢 我有话跟你商量 成光道 是 这几位师兄给封了银道 时间久了 手脚麻木 我先给他们解开了 维小宝道 也不正在这一时三刻 咱们到那边厅上坐坐吧 成光点头道 是 想心息道 师兄且莫心急 回头给你解学 带着维小宝来到西侧佛殿 维小宝道 方长 这一干人 当真是来找小辣妈吗 成光张口结舌 没法回答 维小宝凑嘴到他耳边 低声道 我倒知道 他们是为那皇帝和尚而来 成光身子一阵 缓缓点头道 原来小施主 让他们过几天又来纠缠不清 私自绑人审问 他说话请教 维小宝道 这皇甫哥甚是狡猾 只怕问不出什么 咱们还是先问那个大喇嘛 成光道 哦 对 我怎么想不到 两名和尚挟持着八言进殿 脑袋杀害四中僧人 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 成光道 哎 怎地对大喇嘛没点礼貌 两名僧人应道 是 退了出去 维小宝左手踢起一只椅子 右手用匕首将椅子脚不住劈削 那匕首锋利无比 椅子脚一片片地削了下来 都不过一二分厚薄 便似削水果一般 成光睁大了眼 不明他的用意 维小宝放下椅子 走到八言面前 左手摸了摸他脑袋 右手将匕首比了比 手势便和适才 披削椅脚是一模一样 八言大叫 不行 成光也叫 使不得 维小宝怒道 什么行不行的 我知道青海的大喇嘛 练用一门铁头弓 刀枪不入 我在北京之时 曾亲自用这把短剑 削一个大喇嘛的脑袋 削了半天也削他不动 大喇嘛 你是货真价实 还是冒牌货 不是你一事 又怎知道 八言盲道 这铁头弓我没练过 你一削我就死 维小宝道 不一定死的 削去两三寸 也不见得就死 我只削去你一层头盖 看到你的脑浆为止 一个人说真话 脑浆就不动 如说谎骗人 脑浆就像煮开了的水一般滚个不休 我有话问你 不削开你的脑袋 怎知你说的是真话假话 八言道 别削别削别削 我说真话就是 维小宝摸了摸他头皮 道 是真是假 我怎知道 八言道 我如说谎 你再削我头皮不迟 维小宝沉吟片刻 道 好 那么我问你 是谁 叫你到清凉寺来的 八言道 是五台山菩萨 顶真荣愿的大喇嘛 圣罗陀派我来的 成光道 阿弥陀佛 五台山清妙黄妙 从无仇怨 菩萨顶的大喇嘛 怎会叫你来捣乱 八言道 我也不是来捣乱 圣罗陀师兄 面我来找一个 三十来岁的和尚大人物 说他到了我们青海活佛的宝经 到清凉寺中躲了起来 因此非救他出来不可 成光道 阿弥陀佛 哪有此事 维夏宝提起匕首 喝道 你说谎 我削开你的头皮 瞧叫 八言叫道 没有 没有说谎 你不信 去问圣罗陀师兄好了 他说 我们要假装 走失了一个小喇嘛 其实是在找那中年和尚大人物 又说 那位皇府先生 认得这和尚 请他陪着来找人 圣罗陀师兄说 这和尚 偷的是我们 密通的秘密藏经 大皮炉 遮纳佛神 便加持经 非同小可 如果我拿到了这和尚 那是一件大功 回到青海 活佛一定重重有赏 圣罗陀师兄说 这位和尚大人物 却是在五台山清凉寺中 最近得到消息 神神龙教也要请他去 咱们可得先下手为强 维小宝 尔小宝听他连神龙教三字也说了出来 料想不假 问道 你师兄还说些什么 说着 将匕首平面 在他头顶敲了一下 八言道 我师兄说 道清凉寺 去请这位大人物 道也不难 就怕神龙教得知讯息 也来抢夺 因此 圣罗陀师兄 请北京的 达河尔师兄 急速多派高手 前来相处 如果 桑杰大喇嘛 已到了北京 他老人家当事无敌 亲来主持 那就 那就万事无一 维小宝笑骂 他妈的 万无一师 什么万事无一 自己 居然能纠正别人 说成语的错误 那是千载难逢 万中无一之事 甚觉得意 八言道 是 是 是 万 万一无师 维小宝笑道 你喇嘛奶奶的 还是说错了 还有呢 八言道 没有了 下面没有了 维小宝骂道 他妈的 什么下面没有了 是我下面没有了 还是你下面没有了 八言道 大家 下面没有了 维小宝道 什么大家下面没有了 八言道 下面没有话了 维小宝哈哈一笑 问道 那黄甫阁是什么人 八言道 他是圣楼陀师兄 请来的帮手 昨晚才到的 维小宝点点头 向成光道 方丈 我要是那个 佛光似的胖和尚 你若不好意思 不妨在窗外听着 成光忙道 最好最好 命人将八言带出 将辛西带来 自己回去禅房 也不在窗外听审 辛西一进房 就满脸堆笑 说道 两位施主 年纪轻轻 武功如此了得 老那固然见所未见 却是闻所未闻 少年英雄 真了不起 维小宝骂道 操你奶奶的 谁要你拍马屁 向他屁股上 一脚踢去 辛西臀上虽痛 脸上笑容不减 说道 是是 反正真正的英雄好汉 是绝不爱听马屁的 不过 老和尚说的是真心话 算不得拍马屁 维小宝道 我问你 你到清凉次来发疯 是谁派你来的 辛西道 施主问起 老僧不敢隐瞒 五台山菩萨 顶真荣雁大喇嘛 圣罗陀 奉了青海法律 叫人送了两百两银子给我 请我陪他失底罢言 到清凉次来找一 找一个人 老僧无功不受禄 只得陪他走一走 维小宝又一脚踢去 骂道 胡说八道 你还想骗我 快说老师话 辛西道 是是 不瞒施主说 大喇嘛 送了我三百两银子 维小宝道 明明是一千两 辛西道 谁谁在那是五百两 再多一两 老和让不是人 维小宝问道 那皇甫阁又是什么东西 辛西道 这下流胚子不是好东西 是八言这鬼喇嘛带来的 施主放了我之后 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县去 请知仙大人好好治罪 清凉次是佛门清静之地 怎容他来胡作非为 小施主 那几条人命 连同死了的几个喇嘛 咱们都推到他头上 维小宝脸一沉 道 明明都是你杀的 怎能推到旁人头上 辛西求道 好少爷 好少爷 你饶了我吧 维小宝叫人将辛西带出 带了皇甫阁来询问 这人却十分硬朗 一句话也不回答 对维小宝匕首的恐吓固然不加理睬 而双尔点的天西学学道 他疼痛难当 忍不住呻吟 对维小宝的问话 却始终不答 只说 你有种将爷爷一刀杀了 折磨人的不是好汉 维小宝到敬他是条汉子 道 好 我们不折磨你 命双尔解开了他天西学的学道 他命人将皇甫阁带出后 又去请了成光方丈来 道 这件事如何了局 咱们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 成光摇头道 他是绝技不见外人的 维小宝服然道 什么不见外人 刚才不是已经见过了 我们如拍手不管 他还不是给人捉了去 不出几天 北京大揽嘛 又派人来 有个什么天下无敌的大高手 又还有什么神龙叫乌龟叫的 就算我们肯帮忙 也抵挡不了这许多人 成光道 也说的是 维小宝道 你去跟他说 事情紧急 非商量个办法出来不可 成光摇头道 老纳打运过 似终连老纳在内 谁都不跟他说话 维小宝道 好 我可不是你们寺里的和尚 我去跟他说话 成光道 不行不行 小施主一进僧房 他师弟 那个满和尚行颠 就会一处打死了你 维小宝道 他打不死我的 成光想双耳望了一眼 说道 你就算 才尊甲 将行颠和尚点倒 行吃 仍不会跟你说话 维小宝道 行吃 哦 他法名叫做行吃 成光道 是 原来施主不知 维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哎 既然如此 我也没法可施了 你既没有万事无一的好法子 可惜 清凉死好好一座古庙 却在你方丈手里叫毁了 成光愁眉苦脸 连连搓手 呼道 我去问问玉林师兄 或者他有法子 维小宝道 这位玉林大师是谁 成光道 是行吃的传法师傅 维小宝喜道 好急 你带我去见这位老和尚 当下 成光领着维小宝和双尔 从清凉死后门出去 行了礼许 来到一座小小旧庙 庙上也无匾额 成光进行入内 到了后面禅房 只见一位白须白眉的老僧 坐在蒲团上 正字闭目入定 对三人进来 似乎全然不绝 成光打个手续 轻轻在旁边的蒲团上坐下 低目垂眉 双手合十 维小宝肚里暗笑 跟着也在旁边一个蒲团上坐下 双尔站在他身后 四下里万籁无声 这小庙中 似乎就指这个老僧 过了两久 那老僧始终纹丝不动 便如死了一板 成光静也不动 维小宝手马脚三 老大不耐烦 站起了又坐倒 坐倒又站起 心中对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 早已骂了数十遍 又过两久 那老僧 虚了口气 缓缓睁眼 见到面前有人 也不敢惊奇 只微微点了点头 成光道 师兄 行持沉缘未断 有人找上寺来 邀请师兄伏法化解 那老僧 那老僧玉林道 竟有心胜 化解在己 成光道 外魔极重 清凉似有难 便将新西 八严 黄斧阁等人 一遇劫持行吃 向门 维小宝主仆出手相救 等情说了 又说 双方都死了数人 看来对方 不肯善罢甘休 玉林默默听闭 一言不发 闭上双目 又入定去了 维小宝大怒 祸地站起 破口大骂 凑 只骂了一个字 成光连打手势 求他不可生气 又求他坐下来等候 这回玉林入定 又是小半个时辰 维小宝心想 天下强盗贼骨头 瀑布大混蛋 也都没这老和尚讨厌 好不容易 玉林又睁开眼来 问道 维小宝道 是 玉林又问 维小宝大吃一惊 跳起身来 道 你 你 你怎知道 玉林道 老那只是猜想 维小宝心想 这老和尚邪门 只怕真有些法力 心中可不敢再骂他了 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玉林道 皇上拆为施主来建行区 有什么说话 维小宝心想 这老和尚什么都知道 瞒他也是无用 说道 皇上得知 老皇爷尚在人室 又喜又悲 派我来向老皇爷磕头请安 如果 如果老皇爷肯返嫁回宫 那再好不过了 康熙本说 查明真相之后 自己上五台山 来朝见父皇 这话 维小宝却瞒住了不说 玉林道 皇上命施主带来什么信物 维小宝从贴肉里一带中 取出康熙亲笔所写玉闸 双手承上 道 大师请看 玉闸上写的是 斥令玉前侍卫副总管 亲此穿黄马褂 为小宝 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 各省文武官员 受命调遣 亲此 下面还盖了个珠红大印 玉林接过看了 还给维小宝 道 原来是玉前侍卫副总管 为大人 多有势境啊 维小宝心下得意 你可不敢再小吃我了吧 可是 见玉林脸上神色 也没什么恭敬之意 心中的得意又淡了下来 玉林道 为施主 以你之意该当如何处置 维小宝道 我要叩见老皇爷 听老皇爷的吩咐 玉林道 他以前富有四海 可是出家之后 陈缘早已战断 老皇爷三子 再也休得提起 以免害人听闻 扰了他的清修 维小宝 我默然不答 玉林又道 请回去起奏皇上 行吃不愿见你 也不愿再见外人 维小宝道 皇上是他儿子 可不是外人 玉林道 什么叫出家 家已不是家 妻子 妻子 儿女 都是外人了 维小宝心想 看来都是你这老和尚在捣鬼 从中阻拦 老皇爷就算不肯回宫 也不至于连儿子也不见 说道 既然如此 我去调遣人马 上武台山来保护守卫 不许先杂人等 近似来罗造自扰 玉林微微一笑 说道 这么一来 清凉寺变成了皇宫内院 官府衙门 维大人这位日前示威副总管 便成在清凉寺当差了 那么行吃 还不如回北京皇宫去 直接了当 维小宝道 原来大师另有保护老 他老人家的妙法 在下洗洗耳宫听 玉林微笑道 唯师主小小年纪 果然是个厉害角色 难怪十几岁的少年 便已做到这样的大观 顿了一顿 续道 妙法是没有 出家人与世无争 逆来顺受 多谢维师主一帆美意 请粮子 倘然真有祸殃 那也是在劫难逃 说着何时行礼 闭上双目 辱定去了 成光站起身来 打个手势 退了出去 走到门边 向玉林 攻身行礼 维小宝向玉林 扮个鬼脸 伸伸舌头 右手大拇指 按住自己鼻子 四指向着玉林 招了几招 意思是说 好臭好臭 玉林闭着眼睛 也瞧不见 三人来到寺外 成光导 玉林大师是得道高僧 已有名时 老那去将心息方丈 他们都放了 维师主 今日相见 已是有缘 这就别过 说着 双手合十 鞠躬行礼 竟不让他 再尽清凉四去 维小宝心头活气 说道 很好 你们自有万无一失的妙计 倒是我多事了 敏双儿却叫了一八等一干人 静自下山 又回到林静寺去借宿 维小宝昨晚 在林静寺 曾布置了七十两银子 住持见大师主又在光降 殷勤相拜 在客房之中 维小宝一手之仪 寻思 老黄爷是见到了 原来他一点也不老 却是危险的几乎 青海喇嘛要捉他 神龙教也要捉他 那御林老贼徒 装模作样 没点屁本事 成光方丈 一个人又有什么用 只怕几天之后 老黄爷便会给人捉了去 我又怎声向小玄子交代 一转头 见双耳绣眉紧锁 神色不快 问道 双耳 什么事不高兴 双耳道 没什么 维小宝道 你一定有心事 快跟我说 双耳道 真的没什么 维小宝一转念 道 啊 我知道了 你怪我在朝廷里做官 一直没跟你说 双耳眼眶红了 道 达字皇帝是大坏人 像宫里 怎么做他们的官 而且还做了大官 说着 泪水从双颊上流下 维小宝一呆 道 傻孩子 哪又用得着哭的 双耳抽抽爷爷的道 三少奶 把我给了相公 吩咐我服侍你 听你的话 可是 可是你在朝里做 做大官 我爸爸妈妈 还有两个哥哥 都是给恶官杀死的 你 你 说着 放声哭了出来 维小宝一时 手足无措 忙道 好了好了 现下什么都不瞒你 老师跟你说 我做官是假的 我是天地会 清牧堂的乡主 天父地母 反清复明 你懂了吗 我师父是天地会的 总舵主 我早跟你三少奶说过了 我们天地会 专跟朝廷作对 我师父派我混进皇宫里 去做官 为的是 打探打字的消息 这件事十分秘密 倘若给人知道了 我可姓名不保 双耳伸手 按住维小宝嘴唇 低声道 那你快别说了 都是我不好 逼你说出来 说着 破涕微笑 又道 相公是好人 当然不会去做坏事 我 我真是个笨丫头 维小宝笑道 你是个乖丫头 拉着他手 让他坐在抗炎上 自己身边 低声将顺志 与康熙之间的情由说了 又道 小皇帝还只十几岁 只比我稍大一点 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 不要他了 你想可怜不可怜 今天来做老皇帝的那些家伙 都是大坏人 亏得你救了他 双耳虚了口气 道 我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维小宝道 不过 送佛送上西天 那些人又给方丈放了 他们一定不甘心 回头 又要去捉拿了皇帝 将他身上的肉 一块块割下来 煮来吃了 岂不糟糕 他指双耳心好 要激他勇于救人 故意将顺志的处境 说得十分悲惨 双耳身子一颤 道 他们要吃他的肉 那为什么 维小宝道 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经 这故事你听过吗 双耳道 听过的 还有孙悟空 猪八戒 维小宝道 一路上 有许多妖怪 都想吃唐僧肉 说他是圣僧 吃了他的肉 就成佛成仙 双耳道 啊 我明白了 这些坏人 以为老皇帝和尚 也是圣僧 维小宝道 是啊 你真聪明 老皇帝和尚 好比是唐僧 那些坏人是妖怪 我是孙猴 孙行者 你就是 是 说着 双掌放在自己耳旁 一朝一晃 做山风之状 双耳笑道 你说我是猪八戒 维小宝道 你相貌 倒像观音菩萨 不过 做的是猪八戒的事 双耳连忙摇手 道 别说冒犯菩萨的话 相公 你坐观音菩萨身边的 那个善才童子 红孩儿 我就是 说到这里 脸上一红 下面的话 爷主不说了 维小宝道 嗯 不错 我做善才童子 你就是龙女 咱俩人 老是在一起 说什么也不分开 双耳脸颊更加红了 低声道 我自然永远服侍你 除非 除非你不要我了 把我赶走 维小宝身长 在自己头颈里一盏 道 就是杀了我头 也不赶你走 除非你不要我了 自己偷偷走了 双耳也身长 在自己颈里一盏 道 杀了我头 也不会走 两人同时哈哈大笑 双耳 自跟着维小宝后 主仆之分手的慎言 极少跟他说笑 这时听维小宝吐露真相 并非真的做达子的大官 心中甚是欢畅 两人这么一笑 情义又亲密了几分 维小宝道 好 我们自己的事情说过了 可怎么想个烦去救唐僧 双耳笑道 救唐僧和让 总是齐天大圣出主意 猪八戒 只是个根屁虫 维小宝笑道 猪八戒 真有你这样好看 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 双耳问道 那为什么 维小宝道 唐僧 自然娶了猪八戒 做老婆了 双耳扑痴一声 笑了出来 说道 猪八戒 是猪罗精 肥头大耳的 谁讨他做老婆呀 维小宝听他说道 娶侏罗精做老婆 忽然想起那口 茯林花雕珠 目见平来 不知他和方怡 此刻身在何处 是否平安 双耳见维小宝呆呆出神 不敢打乱他思路 过了一会儿 维小宝道 得想个法子 别让坏人捉了老皇帝去 双耳 譬如有一样宝贝 很多贼骨头都想去偷 咱们使什么法 好叫贼骨头偷不到 双耳道 见到贼骨头来偷宝贝 便都捉了起来 维小宝摇头道 啊 贼骨头太多 捉不完呢 我们自己去做贼骨头 双耳道 我们做贼骨头 维小宝道 对 我们先下手为强 将宝贝偷到了手 别的贼骨头就偷不到了 双耳拍手笑道 我懂了 我们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来 维小宝道 正是 事不宜迟 立刻就走 两人来到清凉寺外 维小宝道 天还没黑 偷东西偷和尚 都得等到天黑了才敢 两人躲在树林之中 好容易等到满山皆岸 万赖无声 维小宝低声道 四里 只方丈一人会武功 好在他日里打斗受了伤 一定在躺着休息 你去将那胖大和尚行巅点倒了 我们便可将老皇帝和尚偷出来 只是那行巅力气极大 那根黄金锄打人可厉害得很 需当小心 双耳点头称是 倾听四下无人 两人轻轻爬进围墙 尽到顺致坐禅的僧房之外 键板门已然关上 但那门板日间给人踢坏了 一时未及修理 只这么搁着挡风 双耳贴着墙壁走近 将门板向左一拉 只见黄光闪动 呼的一声响 黄金锄从空隙中积了出来 双耳带金锄上提 急跃入内 伸指在行天胸口要学连点两指 低声道 针对不住 提起双手 抱住了他手中金锄 行天学道受制 身子慢慢软倒 这金锄重打百余金 双耳若不抱住 落枪下来 非砸碎他脚趾不可 维小宝跟着闪进 拉上了门板 黑暗中 隐约见到 有人坐在蒲团之上 维小宝料之 便是法明行斥的顺治皇帝 当即跪倒磕头 说道奴才 维小宝便是日理救驾的 请老皇爷不必惊慌 行斥莫不作声 维小宝又道 老皇爷在此清修 本来很好 不过外面有许多坏人 想捉了老皇爷去 要对你不利 奴才为了保护老皇爷 想请你去另一个安稳所在 免得给坏人捉到 行斥仍然不打 维小宝道 那么就请老皇爷和奴才一同出去 隔了半晌 见他始终盘膝而坐 一动不动 这时 维小宝在黑暗中 已有好一会儿 看得清楚些了 见行斥 坐禅的姿势 便和日间所见的御林 一模一样 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 还是对自己不加理睬 说道 老皇爷的身份已经泄露 清凉寺中 没人能够保护 抵人去了一批 又来一批 老皇爷终究会给他们捉去 还是换一个清静的地方修行吧 行斥仍然不打 行颠呼道 你们两个小孩是好人 日里幸亏你们救我 我师兄坐禅 不跟人说话 你要他去哪里 他嗓音本来极响 拼命压低 变成十分沙哑 维小宝站起身来 说道 随便去哪里都好 你师兄爱去哪里 咱们便护送他去 只要那些坏家伙找他不到 你们两位就可安安静静地 修行念佛了 行颠道 我们是不念佛的 维小宝道 不念佛就不念佛 双儿 你快将这位大师的学到解了 双儿伸手在行颠背上 和斜下推拿几下 解了穴道 说道 真对不住 行颠想行吃 恭恭敬敬地道 师兄 这两个小孩 请我们出去暂且躲避 行吃道 师父可没叫我们离去清凉寺 说话声音 说话声音甚是清朗 维小宝直到此刻 才听到他的话声 行颠道 敌人如在大举来攻 这两个小孩抵挡不住 行吃道 敬自新生 要说凶险 天下处处凶险 心中平安 世间世事平安 日里 你杀伤多人 大造恶业 此后无论如何 不可妄动无名 行天呆了半场 道 师兄指点的是 回头向维小宝道 师兄不肯出去 你们都听到了 维小宝皱眉道 倘若敌人来捉你师兄 一刀刀 将他身上的肉割下来 那便如何是好 行颠道 世人莫有不死 多活几年 少活几年 也没什么分别 维小宝道 什么都没分别 那么死人活人 没分别 男人女人 没分别 和尚和乌龟 诸罗也没分别 行颠道 众生平等 原始如此 维小宝心想 怪不得 一个叫行吃 一个叫行颠 果然是吃的颠的 要劝他们走 那是不成功的了 如将老皇爷 颠倒 硬架了出去 实在太过不静 也难免给人瞧见 一时束手无策 心下恼怒 按捺不住 便道 什么都没分别 那么皇后和端庆皇后 也没分别 又为什么要出家 行吃突然站起 颤声道 你 你说什么 维小宝一言出口 便已后悔 当即跪道 说道 诺在胡说八道 老皇爷 请屋动怒 行吃道 从前之事 我早忘了 你何以又如此称呼 快请起来 我有话请问 唯小宝道 是 站起身来 心想 你给我记得开口说话 总算有了点眉目 行吃问道 面为皇后之事 你从何处听来 维小宝道 是听海大父跟皇太后说的 行吃道 你认得海大父 他怎么了 唯小宝道 他给皇太后杀了 行吃惊呼一声 道 他死了 唯小宝道 皇太后 用画骨棉掌功夫 杀死了他 行吃颤声道 皇太后 怎么会武功 你怎知道 唯小宝道 海大父和皇太后 在慈宁宫花园里 动手打斗 我亲眼瞧见的 行吃道 你是什么人 唯小宝道 奴才是御前侍卫副总管 唯小宝 随即又加上一句 当今皇上亲疯的 有御札在此 说着 将康熙的御札取出来 呈上 行吃呆了片刻 并不伸手去接 行颠道 这里从来没灯火 行吃叹了口气 问道 小皇帝身子好不好 他 他做皇帝快不快活 唯小宝道 小皇帝得知老皇爷 健在 恨不得插翅飞上五台山来 他在宫里大哭大叫 又悲伤又欢喜 说什么要上山来 后来 后来恐怕误了朝廷大事 才派奴才先来向老皇爷请安 奴才回奏之后 小皇帝便亲自来了 行吃颤声道 他 他不用来了 他是好皇帝 先想到朝廷大事 可不像我 说到这里 声音已然哽咽 黑暗之中 听到他眼泪一滴滴 落上一斤的声音 双耳听他流露 父子亲情 胸口一酸 泪珠也扑索索地流了下来 唯小宝心想 良机莫失 老皇爷此刻心情激动 以下说辞便道 海大父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 皇太后先害死荣秦王 又害死端庆皇后 再害死端庆皇后的妹子真妃 后来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妈妈 海大父什么都查明白了 皇太后之秘密已经泄露 便牵手打死了海大父 又派了大批人手 要上五台山来谋害老皇爷 荣亲王和端庆皇后 戏遭武功好手害死 海大父早已查明 禀告了行吃 由此而回宫侦查凶手 但行吃说什么也不信 竟是皇后自己下手 叹道 皇后是不会武功的 唯小宝道 那晚皇太后跟海大父说的话 老皇爷听了之后就知道了 当下一一转述 那晚两人对答的言语 他伶牙立齿 说得虽快 却清清楚楚 行吃原是个至性至情之人 只因对董岳飞一枉情深 这才在他逝世之后 连皇帝也不愿做了 甘起万圣之位 幽比陡士之中 虽参禅数年 但董岳飞的影子 在他心中何等深刻 一听唯小宝提起 什么禅礼佛法 煞时间都抛于脑后 海大父和皇太后的对答 一句句 在心中流过 悲愤交集 胸口一口气色住了 便于炸浆开来 唯小宝说吧 又道 皇太后之劳 一不做二不休 害了你老皇爷之后 要去害死小皇帝 他还要去挖了端庆皇后的坟 又要下诏天下 烧毁端庆后雨露 说雨露中的话都是放屁 哪个家里藏一本 都要抄家杀头 这几句话 却是他捏造出来的 可正好触到行吃心中的创伤 他勃然大怒 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 喝道 这贱人 我早 早就该将他废了 一时阴寻 只成大祸 顺至当年 一心要废了皇后 立董岳飞为后 但为皇太后立足 才割了下来 董岳飞倘若不死 这皇后之位 早晚是他的了 唯小宝道 老皇爷 你看破事情 死不死都没分别 小皇帝可死不得 端进皇后的坟 挖不得 端进后雨露 毁不得 行吃道 不错 你说的很是 唯小宝道 所以咱们 需得出去躲避 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 皇太后的手段 是第一步杀你 第二步害小皇帝 第三步挖坟烧雨露 只要他第一步做不成功 第二步第三步棋子 便不能下了 顺治七岁登基 二十四岁出家 此时还不过三十几岁 他原本性子造 火气大 说到头脑清楚 康熙随小小年纪 比父亲已胜十倍 因此 穆王府中人 想嫁祸无三鬼 诡计 立为康熙识破 唯小宝半真半假的 捏造了许多言语 行吃 却尽数信以为真 不过 皇太后所要行的这三步棋 虽是唯小宝所捏造 但它是市井之土 想法和阴毒女人也差不多 行吃大声道 幸亏得你点破 否则当真坏了大事 师弟 咱们快快出去 行颠倒 是 右手提起金杵 左手推开板门 板门开除 只见当门站着一人 黑暗中 行颠看不见他面貌 喝道 谁 举起金杵 那人道 你们要去哪里 行颠吃了一惊 抛下金杵 躬身合十 叫道 师父 行吃也叫了声 师父 原来这人正是御林 他缓缓地道 你们的说话 我都听到了 维侠宝心中暗叫 他妈的 事情要糟 日林沉声道 世间渊夜 须当化解 一味躲避 终是不了 既有此因 便有此果 也既随身 终身是夜 行吃拜扶于地 道 师父教训的事 弟子明白了 御林导 这怕未必便这么明白了 你从前的妻子要找你 便让他来找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他怨你 恨你 要杀你而甘心 你反攻自行 总有令他怨 令他恨 使得他决意杀你的阴 你避开他 夜阴仍在 倘若派人杀了他 恶业更加深重了 行吃颤声道 是 维小宝肚里大骂 操你奶奶的老贼兔 我要骂你 打你 杀你 你给不给我打骂 给不给我 割下你的老兔头 只听御林叙道 至于那些喇嘛 要捉你去 那是他们在造恶业 以于以你为之 挟着当今皇帝 横行不法 虐害百姓 咱们却不能任由他们 狐行 眼前这里是不能住了 你们且随我到后面的小庙去 他转身出外 行吃行天 跟了出去 维小宝和双二两人 跟着到了御林坐禅的小庙 御林对他们两人 又如没瞧见一般 毫不理会 竟在蒲团上盘膝坐了 行吃在他身边的蒲团上坐下 行天 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也在行吃的下手坐倒 御林和行吃 何时闭目 一动也不动 行天 却睁大了圆圆的环眼 向空瞪视 终于也闭上眼睛 双手暗息 过了一会儿 伸手去摸 蒲团旁的金橱 唯恐失去 维小宝向双二半个鬼脸 装模作样的 也在蒲团上坐下 双二挨着他身子而坐 维小宝虽非孙悟空 但性子这活泼好动 也真似猴儿一般 要他在蒲团上安安静静地坐上一时三可 可真要了他命 但老黄爷便在身旁 要他就此出庙而去 那是说什么也不肯的 他东一扭西一歪 拉过双二的手来 在他手心中搔痒 双二强忍笑容 左手向御林和行吃直指 这么挨了半个时辰 唯小宝忽想 老黄爷学坐和让 总不成连大小便也忍得住 带他去大小便之时 我便去花言巧语 骗他逃走 想到了这计策 身子便定了一些 一片寂静之中 呼听的远处 响起许多人的脚步声 初时还听不真切 后来脚步声越响越近 一大群人奔向清凉寺来 行天脸上肌肉动了几下 伸手抓住金厨 睁开眼来 见御林和行吃坐着不动 迟疑了片刻 放下金厨又闭上了眼 直听的这群人 冲进了清凉寺中 叫嚷喧哗 良久不绝 唯小宝心道 他们在寺里找不到老黄爷 不会找上这里来吗 且看你这老贼徒如何抵挡 果然又隔了约莫半个时辰 大群人涌向后山 来到小庙外 有人叫道 进去搜 行天 获地站起 抓起了金厨 挡在禅房门口 维小宝走到窗边 向外张去 月光下 淡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 回头看御林和行吃时 两人仍坐着不动 双耳巧声道 怎么办 维小宝低声道 待会这些人冲进来 咱们救了老黄爷 从后门出去 顿了一顿 又道 倘若途中失散 我们到临近寺会骑 双耳点了点头 道 就怕我抱不起老黄爷 维小宝道 只好拖着他逃走 墨地里 外面众人纷纷呼喝 什么人在这里乱闯 抓起来 别让他们进去 骂把钩子的拿下来 人影一晃 门中进来两人 在行巅身边掠过 向御林和石攻身 便盘膝坐在地下 竟是两名身穿灰衣的和尚 禅房房门本窄 行巅身躯粗大 当门而立 身侧已无空隙 但这两名和尚 轻轻悄悄的窜了进来 似乎连行巅的衣衫也没碰到 实不知他们是怎生进房来的 外面呼声又起 又有人来了 拦住他 抓了起来 却听到砰砰砰砰之声大作 有人飞了出去 摔在地下 禅房中 却又进来两名和尚 以言不发 坐在先前进来的两僧下手 如此一对对僧人 不断陆续进来 维小宝大感有趣 心想 不知还有多少和尚到来 再来几对 禅房便没戏地可做了 但来到第九队后 便再无人来 第九队中的一人 竟是清凉寺的方丈陈光 尾小宝又奇怪又欣慰 这十七个和尚 如果武功都跟陈光差不多 敌人再多 那也不怕 外面敌人喧哗叫嚷 却谁也不敢出门 过了一会儿 一个苍老的声音 朗声说道 少林寺 硬要为清凉寺出头 将事情揽到自己头上吗 禅房内 众人不答 隔了一会儿 外面的老者道 好 今日就卖了少林寺 十八罗汉的面子 咱们走 外面呼啸之声 此起彼伏 众人都退了下去 为小宝打量那十八名僧人 年老的已六七十岁 年少的不过三十岁左右 或高或矮 或俊或丑 僧袍内有的突出遗物 似是带着冰刃 心想 他们是少林寺十八罗汉 那么成光方丈 也是十八罗汉之一了 欲连老贼兔有恃无恐 原来早约下了厉害的帮手保驾 这些和尚在这里坐禅入定 不知要搞到几时 老子可不能跟他们耗下去 做呀做的 为小宝 别做的变成了为老宝 站起身来 走到行吃身前跪下 说道 大和让 有少林寺十八罗汉保驾 您大和让是笃定泰山了 我这就要回去了 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没有 行吃睁开眼来 微微一笑 说道 辛苦你了 回去跟你主子说 不用上五台山来 饶我清修 就算来了 我也必定不见 你跟他说 要天下太平 永不家父四字 无需牢牢谨记 他能做到这四字 便是对我好 我便心中欢喜 唯小宝应道 是 行吃探手入怀 取了一个小小包裹出来 说道 这部经书去交给你主子 跟他说 天下事 须当顺其自然 不可强求 能给中原苍生造福 那是最好 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 那么咱们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 说着 在小包上轻轻拍了一拍 唯小宝记起桃红鹰的话来 心道 莫非这又是一部四十二章经 见行吃将小包递来 伸双手接过 得了半赏 行吃道 你去吧 唯小宝道 是 爬下磕头 行吃道 不敢当 施主请起 唯小宝站起身来 走向房门 突然间同心呼气 转头向玉琳道 老侯啊 你坐了这么久 不小便吗 玉琳恍若不闻 唯小宝嘻嘻一笑 一步跨出门槛 行吃道 跟你主子说 他母亲再有不是总是母亲 不可失了礼数 也不可有怨恨之心 唯小宝回过身来 答应了 心道 这句话 我才不跟你传道呢 行吃 陈吟道 要你主子一切小心 唯小宝道 是 唯小宝回到临静寺 关上房门 打开包裹 果然是一部四十二章经 只不过 书函 是以皇仇所致 他琢磨 行吃的言语 和陶红英所说 若和福洁 行吃说 倘若天下百姓 都要咱们走 那么 咱们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 满洲人 从关外到中原 要回去的话 自是回关外了 行吃在这小包上 拍了一拍 当时说 满洲人回去关外 可以靠了这小包 而过日子 又想 老黄爷命我 将经书交给小玄子 我交是不交 我手中已有五部经书 再加上这一部 共有六部 八部中只差两部了 倘若交给小玄子 只怕就有五部经书 也是无用 好在老黄爷说 就是小玄子上五台上来 他也不见 死无对证 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东西 若不吞没 对不起维加祖宗 但想 小皇帝对自己十分信任 吞没他的东西 未免愧对朋友 对朋友办调子 就不是英雄好汉了 反正这经书自己也看不懂 还是去交给好朋友的为事 次臣 为小宝带同双尔鱼巴等一干人下山 这番来五台山 见到了老黄爷 不负康熙所托 途中还得双尔这样一个美貌温柔 武功高强的小丫头 心中甚是高兴 走出石渝里 山道上迎面走来一个头驼 这头驼身材齐高 与那蟒盒上行天难分上下 只是瘦得出奇 成光方丈已然甚瘦 这头驼少说也比他还瘦了一半 脸上皮包骨头 双目深陷 当真便如僵尸一般 这头驼只怕要四个并成一个 才跟行天身材差不多 他长发垂肩 头顶一个铜姑 竖住了长发 身上穿一件布袍 宽宽荡荡 便如是挂在衣架上一般 维小宝见了他这等模样 心下有些害怕 不敢多看 转过了头 闪身道旁 让他过去 那头驼走到他身前 却停了步 问道 你是从清凉寺来的吗 维小宝道 不是 我们从临近寺来 那头驼左手一伸 搭住他左肩 将他身子凹转 跟他正面相对 问道 你是皇宫里的太监小柜子 这只大手在肩上一按 维小宝当时全身皆软 丝毫动弹不得 忙道 胡说八道 你瞧我像太监吗 我是扬州围公子 双尔喝道 快放手 怎地对我家相公无礼 那头驼伸出右手 按向双尔尖头 道 听你声音 也是个小太监 双尔右肩一尘避开 十指伸出 急点他天息穴 扑的一声 点个正着 可是 手指处处有如铁板 直觉指尖其痛 连手指也险些折断 不禁啊的一声呼叫 跟着肩头一通 一给那头驼 扑扇般的大手抓住 那头驼 嘿嘿嘿地笑了三声 道 呵呵 你的小太监武功很好 厉害 真正厉害 双尔飞起左腿 砰的一声 踢在他胯上 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块大石头 大叫一声 哎呀 眼泪直流 那头驼道 小太监武功了得 当真厉害 双尔叫道 我不是小太监 你才是小太监 哎呀 那头驼笑道 呵呵 你瞧我像不像太监 双尔叫道 快放手 你再不放 我可要骂人了 那头驼道 你点我学道 踢我大腿 我都不怕 还怕你骂人 你武功这样高强 定是皇宫里派出来的 我得搜搜 尾小宝道 你武功更高 那么你更是皇宫里派出来的了 那头驼道 你这小太监 缠家不清 左手踢了尾小宝 右手踢了双尔 向山上飞步便奔 两个少年大叫大嚷 那头驼毫不理会 提着二人直如无物 脚下迅速之急 鱼巴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 哪敢作声 那头驼沿山倒走了树丈 突然向山坡傻无路之处奔去 当真是上山如履平地 尾小宝只取耳畔呼呼风响 心道 这头驼如此厉害 莫非是山神鬼怪 奔了一会儿 那头驼将二人往地下一放 向上一指 道 倘若不说实话 我替你们到这山峰上 置了下去 所指出是个极高的山峰 峰间已没入云雾之中 尾小宝道 好 我说实话 那头驼问道 那就算你识相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小子是什么人 尾小宝道 大师傅 他不是小子 他是我的 我的 那头驼道 是你什么人 尾小宝道 是我的老婆 这老婆二字一出口 那头驼和双尔都大吃一惊 双尔满脸通红 那头驼气道 什么 什么老婆 尾小宝道 不瞒大师傅说 我是北京城里的富家公子 看中了隔壁邻居的这位小姐 于是 我们 我们私定终身后花园 他爹爹不搭远 我就带了他逃出来 你瞧 他是个姑娘 怎么会是小太监 真是冤在亡野了 你如不信 除下他帽子 瞧叫 那头驼 摘下双尔的帽子 露出一头绣发 其实 天下除了僧 道 头驼 尼姑等出家人 都需 剃去前半边头发 双尔长发 披腔下来 直垂至肩 自是个女子无遗 唯小宝道 大师傅 求求你 你如将我们送交官府 那我可没命了 我给你一千两银子 你放了我们吧 那头驼道 如此说来 你果然不是太监了 太监哪有拐带人家闺女四头的 你小小年纪 胆子倒不小 说着放开了他 又问 你们上五台山来干什么 唯小宝道 我们上五台山来拜佛 求菩萨保佑 让我这落难公子种状元 将来他 我这老婆 就能做一品夫人了 什么私定终身后花园 落难公子种状元云云 都是他在扬州时 听说书先生说的 那头驼想了片刻 点头道 那么是我认错人了 你们去吧 唯小宝大喜 道 多谢大师 我们以后拜菩萨之时 求菩萨保佑 保佑你大师将来也 也做个大菩萨 跟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平起平坐 写了双耳的手 向山下走去 只走的几步 那头驼道 不对 回来 小姑娘 你武功很了得 点我一指 踢我一脚 说着摸了摸腰间 天息穴 问道 你这武功是谁教的 是什么家术 双耳可不会说谎 仗红了脸 摇了摇头 唯小宝道 他这是家传的功夫 是他妈妈教的 那头驼道 这小姑娘姓什么 唯小宝道 这个 说起来有些不大方便 那头驼道 什么不方便 快说 双耳道 我们姓庄 那头驼摇头道 姓庄 不对 你骗人 天下姓庄的人中 没有这样的武功高手 能教了这样的女儿出来 唯小宝道 天下武功好的人极多 你又怎能都知道 那头驼怒道 我在问小姑娘 你别打岔 说着 轻轻在他肩头一推 这一推 使力极轻 生怕这小孩经受不起 手掌碰上唯小宝肩头 只觉他顺势 一带一泄 虽无尽力 所用招式 却是一招 风行草宴 一肩转身 左掌护面 右掌伏击 居然颇有点门道 那头驼 微觉压抑 抓住了他胸口 微笑把右掌戳出 一招灵蛇出动 也使得分毫不错 扑的一声 戳在那头驼颈下 手指如戳铁板 哎呦 一声大叫 双耳双掌飞舞 向头驼攻去 那头驼掌心发劲 已将微笑宝胸口穴道封住 回身相抖 双耳窜高伏低 身法轻盈 但那头驼七八招后 双手已抓住他双臂 左肘弯过一撞 封住了他穴道 转身问微笑宝 你说是富家公子 怎地会是辽东 神龙岛的擒拿功夫 微笑宝道 我是富家公子 为什么不能使辽东神龙岛功夫 难道定要穷家小子才能使吗 口中敷衍 唾眼时刻 心脸电转 辽东神龙岛功夫 那是什么功夫 啊是了 海老乌龟说过 老婊子假冒武当派 其实是辽东蛇岛的功夫 那神龙岛 多半便是蛇岛 不错 老婊子跟神龙教的人勾勾搭搭 他们嫌蛇字不好听 自称为神龙 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的 我时时和小玄子拆招比武 不知不觉 学上了这几下擒拿手法 那头驼道 胡说八道 你师父是谁 唯小宝心想 如说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 等于招人自己是宫里的小太监 当即说道 是我叔叔一个相好 一个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 那头驼大旗 问道 柳燕 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 你叔叔是什么人 唯小宝道 我叔叔唯大宝 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风流公子 白花花的银子 一时便是一千两 相貌像戏台上的小声一样 那胖姑娘一见就迷上了他 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 到我家里来 花园围墙跳进跳出 我缠住要他教武功 他就教了我几手 那头驼将信将疑 问道 你叔叔会不会武功 唯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他会屁武功 他常常给柳燕姑娘 抓住了头颈提来提去 半点动弹不得 我叔叔急了 骂道 儿子提老子 柳燕姑姑笑道 就是儿子提老子 孙子提爷爷也不打紧 他绕着弯子骂人 那头驼可丝毫不绝 追溯柳燕的形状相貌 韦夏宝竟说得分毫不错 说道 这个胖姑姑最爱穿红袖鞋 大师傅 我猜你爱上了她是不是 几时你见到她 就跟她一起睡觉 睡了永远不起来好了 那头驼怎知柳燕已死 这话则是风言风语 其实是独语相咒 怒道 小孩子家胡说八道 但对她的话却是信了 伸手在她小腹上轻轻一拍 解她穴道 不了 这一季正拍在她怀中 那部四十二章经上 啪的一声 穴道并没解开 那头驼道 什么东西 微小宝道 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 一大碟银票 那头驼道 垂牛 银票哪有这么多的 探手到她怀里一摸 拿了那包裹出来 解开看去 赫然是一部经书 她一震之下 灯石满脸堆欢 叫道 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 急忙包好了 放入自己怀里 抓住微小宝胸口 将她高高举起 立声喝道 经书哪里来的 这一句话可不易答了 微小宝笑道 嘿嘿 你问这个嘛 说来话长 一时之间 哪说得完 她拖延时刻 想说一番言语 骗过这头驼 要说经书从何而来 胡乱捏造个缘由 自是容易至极 但经书已入她手 要再骗得回来 可就难了 那头驼大声问道 是谁给你的 微小宝身在半空 突然见到山坡上 有七八名灰衣僧人 向上走来 看模样 便是清凉寺后庙 所见少林十八罗汉中的人物 转头一看 又见到了几名 连同西守山坡上来的几名 共是十七八名 心下大喜 按道 贼头驼 你武功再强 也敌不过少林十八罗汉 那头驼又道 快说快说 眼见微小宝东张西望 顺着他目光瞧去 见山坡上 东北西三面 缓缓上来十余名和尚 却也不放在心上 问道 那些和尚来干什么 微小宝道 他们听说大师傅武功高强 十分佩服 前来拜你为师 那头驼摇头道 我从来不收徒弟 大声喝道 喂 你们快快给我滚蛋 别来啰嗦 这一声呼喝 群山四应 威势惊人 那十八名僧人恍若不闻 已骑上了山坡 一名长眉毛的老僧 何时说道 大师是辽东胖尊者吗 微小宝身在半空 听了这句话 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头驼身材之瘦 世间罕有 这老和尚问他 是不是胖尊者 那多半是基赐于他了 不料那头驼大声道 我生是胖头驼 你们想拜我为师吗 我不收徒弟 你们跟谁学过武功 那老僧道 老那是少林寺成心 田长达摩院 这里十七位师弟 都是少林寺达摩院的同侣 胖头驼啊的一声 缓缓将微小宝放下 说道 原来少林寺达摩院的 十八罗汉 统统到了 你们不是想拜我为师的 我一个人可打你们不过 诚心核实道 大家无冤无仇 都是佛门一派 怎地说道个打字 罗汉是佛门中圣人 我被凡夫俗子 如何敢当此称呼 武林中的朋友 胡乱以此尊称 殊不敢当 流动胖兽二尊者 神功无敌 我们素来仰慕 今日有缘拜见 实施大幸 说到这里 其余十七名僧人 一起何时还礼 胖头驼 我功身还礼 还没挺直身子 便问 你们到五台山来 有什么事 诚心指着微小宝道 这位小施主 跟我们少林寺 颇有些渊源 求大使高抬贵手 放了他下山 胖头驼 略意迟疑 眼见对方人多势众 又指 少林十八罗汉 各个武功惊人 单打独斗 并不在乎 他十八人 齐上 就对付不了 便道 好 看在大师面上 就放了他 说着 俯身在 微小宝腹上 揉了几下 解开了他穴道 微小宝一站起 便伸出右掌 说道 那不经书 是这十八罗汉的朋友 交给我的 命我送去 送去少林寺 交给住持方丈 你还给我吧 胖头驼怒道 什么 这经书跟少林寺 有什么相干 微小宝大声道 你夺了我的经书 那是老和尚 叫我去交给人的 非同小可 快快还来 胖头驼道 胡说八道 转身便向北边山坡下纵去 三名少林僧 飞身而起 伸手往他臂上抓去 胖头驼不敢和众僧相斗 侧身避开了三僧的抓掌 他身形齐高 行动却轻巧无比 少林三僧 这一抓 都是少林武功的绝顶高招 竟没碰到他一山 但胖头驼 这么慢得瞬息 已有四名少林僧 拦在他身后 巴掌交错 挡住了他去路 胖头驼鼓气大喝 双掌一招 五钉开山推出 乘着这股威猛之急的势道 回头向南 急冲而前 四名少林僧同时出掌 分击左右 胖头驼双掌掌力 和四僧相接 直觉 左方击来的掌力 甚是刚硬 右方二僧掌力中 却含有绵绵柔尽 不由的心中一惊 双掌运力 将对方掌力卸去 便在此时 背后又有三只手掌抓来 胖头驼一瞥之间 见左侧又有二僧 挥掌激道 当即双足一点 向上跃起 但见背后三僧 伸出的手掌各个不同 分距龙爪 虎爪 鹰爪三行 心下灯石窃了 大袖急转 卷起一股旋风 左足落地 右手已将唯小宝抓起 叫道 要他死 还是要他活 十八少林僧 或进或退 结成两个圆圈 分两层 团团将胖头驼围住 诚心说道 这位小施主 那部经书 干系重大 请大师施缓 结个善缘 我们感激不见 胖头驼右手 将唯小宝 高高提起 左掌 按在他天灵盖上 大踏步 向南便走 这情势甚是分明 倘若少林僧出手阻拦 他左掌稍一用力 微小宝 立时 头盖破裂 拦在南方的几名少林僧 略意迟疑 念声 阿弥陀佛 只得让开 胖头驼 踢着微小宝 向南急行 越走越快 少林寺十八罗汉 展开轻功 紧紧跟随 这时 双耳被封闭的穴道 已得少林僧解开 眼见微小宝被擒 心下惊慌 提气脊椎 他拳脚功夫 因得高人传授 颇为了得 可是毕竟年幼 美丽修为 和十八少林僧 相差极远 加上深矮不短 只赶出一二里 已远远落后 他心中一急 便哭了出来 一面哭 一面仍然急奔 但见胖头驼 提了微小宝 向正南的一座高峰 急齿而上 十八少林僧排成一线 紫后紧追 双耳奔到风角 已然气喘吁吁 仰头见山峰甚高 心想 这恶头驼 将相公 抓到山峰顶上 万一失足 摔僵下来 恶头驼 未必会摔死 相公哪里还有命 正黄急间 忽听得 隆隆声响 一块块大石 从山道上滚了下来 十八少林僧 左缩右跃 不住闪避 原来胖头驼上风之时 不断踢动路边岩石 滚下阻敌 十八少林僧 怎能让岩石砸伤 可是跟他相距 却更加远了 城光方长和黄甫阁 动手时胸口受伤 内力有损 又落在十七僧之后 双尔提气上风 叫道 方丈大师 方丈大师 城光回过头来 斩定了等他 见他奔得 上气不接下气 神色惊慌 安慰他道 别怕 他不会伤害你公子的 怕他急奔受伤 拉住他手 缓缓上山 双尔心中稍微 问道 方丈 他他会不会伤害相公 城光岛 不会的 他话是这么说 可是眼见胖头头 如此凶狠 又怎能断定 这山峰是舞台山的南台 幸好山倒曲折 转了几个弯 胖头头踢下的石块 便也砸不到人了 带着双尔 随着城光走上南台顶 只见十七名少年僧 团团围住了一座庙宇 胖头头和微小宝 自然是在庙内 五台山 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 封顶各有一庙 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萨眼教之场 封顶每座庙中所共文殊名号不同 以文殊菩萨神通广大 以不同式法现身 东台望海风 建望海寺 共聪明文书 北台夜斗风 建灵应寺 共无构文书 中台翠炎风 建眼教寺 共如同文书 西台卦岳风 建法雷寺 共狮子文书 南台锦秀风 建普济寺 共智慧文书 众人所登的山峰 便是锦秀风 那座庙 便是普济寺 双儿叫了几声 相公 相公 不闻应声 拔足便奔进寺去 双儿直冲进殿 只见胖头佗 站在大雄宝殿 滴水盐口 右手仍抓着微小宝 双儿扑江过去 叫道 相公 恶头佗 没伤了你吗 微小宝道 你别急 他不敢伤我的 胖头佗怒道 我为什么不敢伤你 微小宝笑道 你如动了我一根寒帽 少林十八罗汉 捉住了你 将你回复原状 再变成又矮又胖 那你可糟了 胖头佗脸色大变 颤声道 什么回复原状 你 你 怎么知道 其实微小宝 一无所知 只是见他身形 奇高奇瘦 名字却叫做胖头佗 随口乱说 不料误打误撞 竟似说中了他的心病 微小宝 见貌变色 听他语音中含有 惊惧之情 当即 黑黑冷笑 道 嘿嘿 我自然知道 胖头佗道 两他们也没这本事 突然之间 胖头佗又足飞出 碰的一声巨响 将街前一个石骨踢了起来 直撞上罩臂 石屑纷飞 问双儿道 你来做什么 活得不耐烦了 双儿道 我跟相公同生共死 你如伤了他半分 我跟你拼命 胖头佗怒道 他妈的 这小鬼头有什么好 你这女娃娃 倒对他有情有义 双儿脸上一红 答不出来 直到 相公是好人 你是坏人 指定的外面 十八名少林僧 齐声口宣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胖尊者 请你把小施主放了 将经书还了他吧 你是武林中 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 为难一个小孩子 岂不一笑天下 胖头佗怒吼 你们再啰嗦不停 老子可要不客气了 大家一拍两散 老子杀了这小孩 毁了经书 瞧你们有什么法子 诚心道 胖尊者 你又怎样才肯放人还经 胖头佗道 放人倒也可以 警书却无论如何不能交还 四外众僧 寂然无声 胖头佗四顾 殿中情状 愁思脱身之际 突然间 灰影闪动 十八名少林僧 窜进殿来 五名少林僧 贴着左臂 绕在他身后 五名少林僧沿着右臂 绕到他身后 请客之间 又呈包围之事 胖头佗怒道 有种的就单打独斗 一个个来试试老子手段 你们就是车轮大战 老子也不放在心上 成光何时道 请恕老纳无礼 我们可要一拥齐上了 胖头佗提起左足 轻轻踏在维小宝头上 黑黑冷笑 维小宝闻到 他鞋底的烂泥气息 又惊又怒 他这只臭脚 在自己头上一搁 脑子竟也似糊涂了 一时无计可施 眼珠乱转 要在店上 找些什么惹眼之物 胡说八道一番 引开胖头头的目光 只消他稍一书神 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机 可是 他脑袋给踏在脚下 只看得到向外的一面 但见院子里有只大石龟 背上竖着一块大石结 维小宝道 胖尊者 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里 背上压着几万斤的大石头 那不太辛苦吗 你也不救他一救 也真不孝 胖头佗怒道 什么我爹爹爬在院子里 满嘴胡说 维小宝道 那四十二章经 共有八步 你只拿到一步 得不到其余七步 但是一步经书 又有什么用 胖头佗急问 另外七步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维小宝道 我自然知道 胖头佗道 在哪里 快说 你若不说 我一脚踏碎了你脑袋 维小宝道 我本来不知 刚才方知 胖头佗气道 刚才方知 那是什么意思 维小宝伸长脖子 瞧着时节 那时节上 刻满弯弯曲曲的撰文 维小宝自然不识 他却假装诵读碑文 缓缓地道 四十二章经 共分八步 第一步 藏在河南省 什么山什么寺之中 那几个字我不认识 胖头佗问道 什么字 见到目光 凝视院子中的时节 其道 这块石头上 可明白了 维小宝不理 做宁神独卑之状 道 第二步藏在 山西省 什么山的 什么尼姑庵中 胖老兄 这几个字我不认得 字又刻得模糊 你文武全才 自己去瞧个明白 胖头佗信以为真 俯身提起维小宝 走到店门口 细看时节 节上所刻的撰文 说是文字 自己可一字不识 但说不是文字 又刻在时节上作甚 只听文小宝继续念道 第三步在四川什么山 这次我又不识了 胖头佗早就听人说过 四十二章经 共有八步 必须八步齐得 方有莫大效用 至于藏在何处 他更一无所知 听文小宝这么一说 已无半分怀疑 问道 第四步藏在哪里 文小宝眯着眼 凝望时节 脑袋先向左侧 又向右侧 摇了摇头 道 我看不清楚 胖头佗提起他身子 向时节跨了三步 相距已尽 满脸悬问之色 文小宝道 我头上痒得很 胖头佗道 什么 文小宝道 这庙里有跳蚤 在我头发里咬我 胖老兄 你给我捉了出来 头皮痒得厉害 眼睛就瞧不清楚 胖头佗摘下他帽子 伸出一只锯掌 五根棒锤般的大手指 在他发中 骚了几下 道 好些了吗 文小宝道 不行 那跳蚤 咬我左边头皮 你去 骚右边 越骚越痒 胖头佗便去 骚他左边头皮 文小宝道 哎呀 跳蚤 跳到我头颈里了 你瞧见吗 胖头佗明知 他是在作怪 仍放松了他手腕 只左手 轻轻按住他肩头 防他逃脱 道 你自己骚吧 文小宝道 哎呀 这他奶奶的 跳蚤好厉害 定是三年 没吃人血了 本来哎呀胖胖的 现在饿得又瘦又扁 拼命来给老子为难 说着 左手伸入衣领 用力搔痒 胖头佗知他绕个弯 又来骂自己是跳蚤 只装作不知 问道 第四部经书 藏在哪里 文小宝道 第四部经书 藏在什么山绍 少林寺的 达达什么院呢 胖头佗吃了一惊 道 藏在松山少林寺的达摩院 维小宝见他对少林十八僧 十分忌惮 而这些少林僧 有说是达摩院的 便故意出个难题 捉弄他一下 料想 他纵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到少林寺达摩院 去道经 维小宝说道 这是摩子吗 我可不是的 胖老兄 你连这个男子都认得 又何必叫我读 啊 是了 你是考考我 说来惭愧 每一行中 我倒有几个字不识 胖头佗 斜眼查看少林众僧 脸色 争忠不定 问道 第五部藏在哪里 少林寺 是武林中的大门派 维小宝曾听 海大富说过 又听他说 太后 冒充武当派 太后则说 海大富是空同派 武当空同 想来也是两个大门派了 于是 将第五部 第六部 说成分藏 武当空同 两山之中 胖头佗 脸色 越来越难看 维小宝说 第七部经书 是云南慕王府中的人 得去了 第八部 则是在云南什么西王的 王府之中 白寒风曾给他吃过苦头 这么说 可以给慕王府找些麻烦 吴三鬼 平西王府中 好手如云 连师父也甚为忌惮 胖头佗 如敢去惹是生非 定会吃个大大的苦头 不料 胖头佗脸色大变 问道 你说 第八部经书 是在平西王府中 维小宝道 这个字我不识 不知是不是平西王 胖头佗大怒 猛喝 胡说八道 这块石碑 没一千年 也有五百年 吴三鬼 有多大年纪了 几百年前的碑文 怎会写上 吴三鬼的平西王 那石节 颜色乌黑 石碑和石节上 生满了青苔 索刻的文字 斑驳残缺 一望而知 是数百年前的古物 维小宝不明此理 信口开河 扯到了吴三鬼身上 他心冲暗叫 糟糟糟糕 嘴里物字强辩 我说过不识的这个字 是你说平西王的 说不定古时候云南 有个狗西王 猫西王 无归西王呢 胖老兄 我跟你说 这些字弯弯曲曲 很是男人 你识得就识得 不识就不识 假装识得 读成了平西王 吴三鬼 这里众位大和尚 各个学问高深 你乱读白字 岂不笑歪了他们的嘴巴 这番话 倒也极有道理 说得胖头驼 一张瘦脸 灯石满面通红 他倒并不生气 点了点头 说道 这些磕头字 我是一字不识 原来不是平西王 下面 又写这些什么字 维小宝寻思 好险 呛白了他一顿 才这样过去 可得说几句好听的话 叫他开心开心 他将蛇岛 说成神龙岛 又认得肥猪柳燕 多半是神龙教中的人物 侧头看了半晌 道 下面好像是 兽于天 天 天 天什么呀 胖头驼神色 灯石十分紧张 道 你仔细看看 兽于天什么 维小宝道 好像是一个 一个 呃 一个旗子 对了 是兽于天旗 胖头驼大喜 双手连搓 道 果然有这几句话 还有什么字 维小宝指着时节 说道 这些字古里古怪 当真难认 啊 是啊 那是一个红字 是红教主三字 又有神龙二字 哎 你瞧 那是神通广大四字 胖头驼哗的一声大叫 跳了起来 说道 当真红教主有如此福分 授予天旗 这千年十碑上 早已写上了 维小宝道 上面写的有 这是 这是唐太宗 李世民立的碑 派了秦书宝 程咬金立的 碑上写的明明白白 唐朝有个上之千年 下之千年的军师 叫做徐茂公 他算到千年之后 大清朝 有个神龙教红教主 神通广大 授予天旗 扬州茶馆中 说书先生 说随唐故事 他听得多了 什么程咬金 徐茂公的名字 烂熟于胸 其实 徐茂公是唐朝开国大将 徐济 给予李靖其名的英国公李济 绝非掐指一算 便知过去未来的牛鼻子军师 维小宝却哪里知道 他只求说的活龙活现 骗得胖头驼晕头转向 十八少林僧便可乘机救他出去 至于洪教主神通广大 授予天旗云云 那是在庄家大宅之中 听得张老三等神龙教教众说的 果然胖头驼一听之下 抓头骚耳喜悦无限 张大老口何不拢来 维小宝道 这块大石头后面 不知还写了些什么 胖头驼道 是 绕到时节后去查看 维小宝一个剑步向后跳出 胖头驼一惊 忙伸手去抓 两边四名少林僧 同时挥掌拍出 胖头驼只得挥掌抵挡 维小宝已跳到少林僧身后 请客间又有四名少林僧挺上 八名少林僧足下不停 惹得胖头驼急奔 手上不断发招 一击变走 此上笔落 十六条手臂分从八个方位打到 正是一个洗脸有素的阵法 胖头驼手势甚是严密 但以一笛疤 立时便敢不知 只听得啪啪两声 一名少林僧和胖头驼各种一场 那少林僧跳出圈子 另有一名僧人补了进来 再逗一会儿 胖头驼脚上给踢了一脚 他双臂伸直转了一圈 将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开两步 叫道 且住 八僧又各退两步 胖头驼道 今日寡不敌众 经书就让给你们吧 伸手入怀 磨出了经书 诚心左手一挥 八名少林僧踏上两步 和胖头驼相距不过三尺 个人体长叙事 胖头驼并不理会 伸手将经书交过 诚心丹田中内袭树转 周身布满了暗尽 左手三尺捏绝 攻守俱备之后 这才伸出右手 慢慢接过经书 不料 胖头驼全无异动 交还了经书 微微一笑 说道 诚心大师 你们少林寺十八罗汉 名满天下 十八人打我一个 未免不大光彩吧 诚心将经书放入怀中 何时攻身 说道 得罪了 少林僧单打独斗 不是胖尊者的对手 左手一挥 众僧同时退开 唯恐他又来捉微小宝 五六名僧人都挡在他身前 胖头驼道 微施主 我有一事诚心奉恳 请你搭远 微小宝道 什么事 胖头驼道 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去做几天客人 微小宝吃了一惊 道 什么 要我去神龙岛 这种地方 胖头驼道 小施主的经书 已由诚心大师收去 转成少林方丈 小施主 来到神龙岛 我们和教上下 决以上宾之礼 恭敬相待 见过 红教主后 鼎然 送小施主 平安礼岛 他见微小宝 扁了扁嘴 显示 绝不相信自己的话 便道 诚心大师 请你做个见证 胖头驼 说过的话 可有不作数的 诚心 指着头驼 行事邪妄 但亦无重大恶行 他胖兽二头驼 言出必见 倒是早有所闻 说道 胖尊者言出有信 众所周知 这不过 为师主身有要事 恐怕 违必有空去神龙岛 为小宝道 是啊 我忙死了 将来有空 再去神龙岛 会见胖尊者 和红教主吧 胖头驼忙道 该说 红教主 和他老人家属下的胖头驼 第一 天下没人可以排名 在他老人家之上 先说旁人名字 再提红教主 那是大大不敬 韦小宝问道 那么皇帝呢 胖头驼道 自然是红教主在前 皇帝在后 第二 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 不得提什么 尊者真人的称呼 普天之下 为红教主一人为尊 为小宝一伸舌头 道 红教主 这么厉害 我更加不敢去见他了 胖头驼道 红教主 仁慈爱重 像小施主 这等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 他老人家见了 一定十分喜欢 小施主 神龙岛之行 必定瞒载而归 教主他老人家 大有恩赐 那是不必说了 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 传你一招办事 从此 小施主纵横天下 终身受用不尽 他这番话 说得极是诚恳 热切之意 陷于颜色 本来 他对维小宝 全部瞧在眼内 曾伸脚踏在他头上 但这时 满口小施主 又说什么 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 生怕维小宝听不清楚 将一条竹高般的身子 弯了下来 就着他说话 维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言语 在庄家 看到张老三等一干人的举止 又想起太后和柳燕 男扮女装 假宫女的模样 对神龙教 时时说不出的厌恶 相较之下 所持的神龙教人物之中 倒是这个胖头驼 还有几分英雄气概 可是他誓强夺精 将自己提来提去 忽然间神态大变 邀自己去神龙岛做客 定然不怀好意 莫求他这时说话客气 那是因为打不够少林僧而已 只要少林僧一走 定然又是强凶霸道 又有谁能治得住他 当下摇头道 我不去 胖头脱一张瘦脸上 满是傲丧之色 满满站直身子 向深州的十八名少林僧 看了一眼 缓缓地道 小施主 我的武功 跟你们十八位大和尚相比 那是如何 唯小宝道 各有所长 胖头驼怒道 什么各有所长 如果一对一的比拼 难道他们能胜得过我 唯小宝道 一对一 说不定是你赢 一对十八 那一定是你输了 这才叫各有所长呢 倘若一对一也是你说 那么你还成个屁 你不过是身材长鞋而已 胖头驼微微一笑道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的人 你见过没有 唯小宝道 当然见过 你的武功 也不过马马虎虎 比你高强十倍之人 我也见过不少 胖头驼大怒 跳上一步 伸手向他抓去 四名少林僧同时身掌拦住 胖头驼道 你说谁的武功比我更高 唯小宝一时围着语色 道想不起曾见过 有谁比他武功更高 师父的武功是极高的了 也未必胜得过他 胖头驼得意起来 道 你瞧 你说不出了是不是 唯小宝道 什么说不出 我是不想说 只怕吓坏了你 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 第一位 是天敌会总座主陈济南 我曾见他在北京城里跟人打架 双手抓住四名头驼 每个头驼都有二百来斤重 他双足一点 便飞身跳过城墙 你跟他相比 可相差太远了 胖头驼哼了一声 他也素闻陈济南之名 但绝不信他能手提四人 飞身跳过城墙 说道 垂牛 唯小宝道 第二位武功高强之人 是江南一位娇滴滴的小脚少奶奶 他说到这里 向双耳瞧去 双耳连连摇手 叫他默说 唯小宝道 这位少奶奶 曾和三十六个武当派的道士打架 三十六个道士围住了他 使出一种什么 什么阵法来 胖头驼道 武当派的阵法 空手还是实践的 唯小宝道 实践的 胖头驼道 那是真武剑阵 唯小宝道 是啊 你胖大师 剑多识广 知道是真武剑阵 那时候 三十六把宝剑 围住了那位少奶奶 剑光闪闪 谁也泼不进去 那位少奶奶 左手抱着孩子 右手是空手 胖头驼大棋 问道 嗯 他左手抱着孩子 跟武当派比武 唯小宝道 那有什么稀奇 他抱着的是一对双生子 都是男孩 很胖的 他有意夸 庄家少奶奶的武功 又将孩子的数目 加上一杯 虚道 他嘴里哄着孩 两个乖宝宝 别哭 你们瞧妈妈变把戏 一面将三十六名 道士手里的宝剑 都躲了下来 又将这些道士 都点中了穴道 一个个站在那里 好似泥菩萨一般 动也不能动 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 让他们去抓 老道士的胡子 老道士干瞪眼生气 两个孩子 却笑得很开心 武当派跟少林派齐名 武功各有千秋 唯小宝是知道的 他见胖头驼 斗不过十八名少林僧 便说 那少奶奶 打败了三十六名道士 武功谁强谁弱 那也不用多说了 胖头驼 听得如痴如狂 叹了口气 道 天下竟有这样神奇的武功 唯小宝剑 唯小宝剑居然骗心了他 甚是得意 道 不瞒你说 这位少奶奶 就是我的干娘 双二初始 听他说 江南有一个少奶奶 还倒说的是 庄家的三少奶 后来 听他说 那位少奶奶 有一对双生儿子 又是他干娘 才知另有其人 胖头驼却有一惊 道 是你干娘 他姓什么 武林中有这样厉害的人物 我怎地没听见过 唯小宝笑道 嘿 武林中厉害的人物多着呢 像我这个老婆 说着向双二一指 道 你瞧他小巧玲珑 娇滴滴的模样 怎知他一生武功 双二满脸飞红 道 相公你别瞎说 胖头驼跟双二交过手 这样小小一个姑娘 居然身手了得 若非亲见 也真难以相信 点头道 说的是 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龙倒 那也没法了 众位请吧 唯小宝道 大师先行 他似乎是客气 其实是要胖头驼先行 他若向东 自己便向西 他若往北 自己便往南 胖头驼摇摇头 说道 你 是